那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亮哥 這個事情我覺得是這樣 日本也 也說是核處理水 所以日本才弄了一個叫ALPS系統 聲稱他可以過濾掉所有的輻射元素 因為福島核電廠是出過事的 所以他是有一些核污水 那他現在混合 因為他現在已經 要恢復營運所以有一些正常的核廢水 可是兩個是混在一起的 所以日本人才 他也不好意思說他這個叫核廢水 你知道嗎 所以台灣的媒體真的有點過頭了 台灣媒體就直接說那個是核廢水 這是錯的 因為連日本政府都不好意思這樣說 日本政府說是核處理水 那中國大陸當然就是不相信 他說你那ALPS哪有那麼厲害 我才不相信你能夠長期可靠 那因為他是美天牌嘛 所以中國大陸就直接說你那是核污水 現在的重點是在這 就是說你核處理水 你是不是要取信於 周邊國家跟你周邊的漁民嘛 因為當初 那個國際原子能總署事實上並沒有幫他背書啊 他出了那個調查報告 然後序言那個幹事長那個grossy 就公開寫了 所以我們沒有幫日本政府背書 我們是提供這個報告讓大家做參考 那 基本上就是 就是 你一定要 當時日本政府有做承諾嘛 說他要取信於 日本漁民嘛 然後還有周邊的國家嘛 可是他並沒有做到啊 他就直接幹了 直接幹了 現在的爭議是在這裡啊 所以我說 因為台灣事實上要有一年多才會到 所以我坦白講啊 我說站在台灣那個外交的尷尬 稍安勿躁好不好 綠媒不要一面倒 去說人家是核廢水好不好 你講這個日本人都不好意思啊 對 綠媒一天到晚都說 核廢水啊 人家川榮度 比很多國家都低啊 比中國大陸低啊 比別的國家低啊為什麼不能不能用 問題是他不是核廢水嘛 連日本人都說是核處理水 請你讀一點日文好不好 對不對 所以日本都有一點不好意思 因為他並沒有搞定他的漁民嘛 所以漁民也在抗議啊 韓國連文在寅都跳出來了 雖然尹錫悦也不好講話 可是文在寅就跳出來 國會議員好幾個人理光頭抗議啊 然後漁民上萬人上街啊 菲律賓的漁民也在抗議 南太平洋的斐濟也在抗議 你台灣沒有抗議就已經是 亞洲奇葩了 竟然還有人說 有意健康 怕死人啊 台灣太淡定了 這個你 台灣的媒體一面倒 要說那個是 核廢水對不起了 連日本政府都沒有這樣說 我現在看到 TVBS的標題也寫 日排核廢水 對不起 是錯的 日本政府說是 核處理水 好不好 我們如果要中立 你就用原來人家用的詞嘛 那個絕對不是核廢水啦 如果核廢水你去比較 穿的濃度 那我當然同意啊 問題是人家就擔心你裡面有別的東西嘛 因為你混了 之前福島核災的一些成分嘛 所以人家才會積極要求驗 那我跟你講 韓國現在已經要到了一個待遇 他每兩週去縣長查驗 請問台灣政府有爭取 這個條件嗎 而且我擔心 未來中國大陸不能出口 那邊就42%了 搞不好都倒到台灣這邊來 那我們台灣要不要標示一下 他還說一年抽驗100件 會不會太少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漁業署啦 還有消費 消費單位 也應該就這個問題要表個態吧 大概是這樣 來我們來問一下大使 這個 會用核廢水 這個始作用者就是 謝長廷 謝長廷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也講過 我都記得很清楚 他說核廢水每一國都有 我們台灣也有 我們台灣核廢水 這個含這個川的含量 還比日本還高 他天天從頭到尾就在替日本講話 這個就說 這個含雷 這個有放射性物質的水 有益健康 結果他說裡面有雷嘛 對不對 結果我們的醫學專家說 沒有任何一篇報告說 雷對人的身體有益 對啊 所以就 就胡扯 這個政治政客胡扯亂講 這個 這個謝長廷莫此為甚 那日本的這個水 剛剛郭文明講非常對 他 日本連那個 所謂的原子能總署 也沒說是廢水 他也說是 ALPS 處理水 他都用 Treated 就是處理水 所以人家的社會是非常精準 專業非常精準 那個LPS 他們那個 這個所謂 國際原子能總署的 幹事長 也是秘書長 他也說我們寫報告 不表示我們同意日本政府 把這個 ALPS處理水 放到海峡 也不表示我們為他這個做法背書 這是日本人 自己政府自己做的決定 講得非常清楚 那事實上的話 這個 所謂的核污染不是只有一個川 事實上核的物質有六十幾種 而且這些物質 它的半衰期有的上 上萬年 它是永遠不會衰減 它會存在 那到海水裡面 它就一直危害 上萬年 你沒有辦法把他這個 這個 核放射物質怎麼樣 把它的破壞性 跟它的傷害性減少 那日本從來沒有告訴別人說 我除了驗川之外 我那個ALPS 除了驗川之外 別的有沒有驗 他都不知道 一點都不透明 當時 有好幾種處理的辦法 只是要日本人 多花一點錢而已 大陸跟俄羅斯建議 那你就搞蒸發 就把它蒸發掉 不過 現在這種方法貴十倍而已 那加起來也不過才300多億 日元 那是對現在來講的話 它花700億去做公關來講 只是一半都不到 跟日本就不願意 這裡面就有很嚴重的 日本的官商勾結的問題 所以日本老百姓也是受害者 所以他的老百姓走上街頭 抗議的這個情緒非常的強 韓國也越來越強 中國大陸越來越強 我覺得日本的整體的經濟 會受到這個影響 只有日本經濟受到影響 日本這個政商勾結結構 才會有一點點被打破 好來請教賴老師 日本變了700億日元 要做認知作戰 要消除國際間 那麼對於日本排放這個 核污染水 產生的這些反彈的聲音 它要變了 我們也很快地就看到了 歐洲有一些媒體 已經開始有反應 也很有趣 例如說一個一直長期來 一直反中的 一個法國的國際媒體 它是法國政府的 官方的廣播公司 它就引用了 德國的法蘭克福 匯報的裡面的一篇文章 說中國大陸反應過度了 這個沒有那麼嚴重 那他說 他說 這個日本排出來的 這個核污染水啊 它所含的放射性的 成分啊 比我們全世界 飲用水的標準 還低 七倍 他是這樣講的 法蘭克福匯報 比我們一般標準的 飲用水的 這個放射性的含量 還低七倍 那如果是如此的話 為什麼要排到大海去稀釋 比一般的標準都低七倍的話 那為什麼要排出大海 這大家問的第一個問題 它沒有解答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你不用反應太強烈了 那我們要問的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說今天 福島這個事件發生是在英國 那英國呢 要開始把這個水 排放在大西洋 那你德國的綠黨 會贊成嗎 你法國會贊成嗎 整個歐洲 絕對都不會贊成 為什麼 因為它會污染整個大西洋 歐洲的這些一定跳腳 可是今天因為是污染太平洋 它沒感覺 所以他說你反應過度 英國BBC講的更有趣了 英國BBC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中國大陸這個反應 對日本一點影響都沒有 大家都在冷笑 中國大陸的反應 他說為什麼呢 因為他也去 他說我問了很多日本人 他說水產品 占日本的GDP 百分之一而已 所以影響不大 而這個百分之一 裡面日本人消費 絕大多數 可是我們去看了一下 日本的有關於水產品 它的國內的消費 從過去的六七成 現在降到六成以下 所以它四成多是往外 輸出去的 那沒有錯啊 你一成不到 四成往外輸出 而賣到中國跟香港的 就百分之四十二 那就是百分之1.6%而已 就很少了嘛 那既然很少 那當然影響不大 影響不大 你岸田文雄為什麼七級敗壞 你BBC為什麼 還把這個當作一件大事 竟然 因為中國大陸沒有要撼動你日本的經濟 我們要表達憤怒的意見 因為這一波排放的核污染水 是七千多噸 而且要排放17天 而它全部的這幾萬噸的 核污染水要排到大海 要用到三十年到五十年 我們現在表達憤怒是要它停止排放 要日本停止排放 可是如果日本質疑不聽的話 那現在只是禁水產品 接著整個引起大家的反彈 巨滿日貨的運動 這影響才是真的大 所以我覺得岸田文雄 你們自己想清楚 要繼續毒害我們自己 還是要停止了 我們來問一下亮哥的看法 這個 梅蒙多事實上還是會 他有講一句話 他說他不會手下留情 可是會比較務實 這樣你聽懂嗎 我不會手下留情 可是我會比較務實 表示 中方提出來那個全面性 說要取消 中國高科技公司的出口管制 這個基本上他不會回應 基本上全面性的問題 我覺得 他們都沒有權利回應 就好比葉倫去 貿易戰要不要取消 他不能回應 所以就不會得到很美滿的答案 比如說 美債你看連一點新聞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還是會 我估計是他會 聚焦在幾個具體問題上 比如說 市場准入的問題 就是中國對美國還是有一些 產業的領域是不准美國企業經營的 那本來中國願意到那個中歐投資協定要開放歐洲 這個歐洲也沒有 去簽嘛對不對 所以各國都沒有批准 可是美國就是受到嚴重的限制 有很多領域 尤其是那個服務業 那第二個就是 他對那個美光 在中國大陸被制裁 他要幫他講話 然後還有 廣義的反間諜法 事實上這個表現在 中國大陸突擊檢查美國幾家 金融 或者氣管顧問公司 或者是 做一些公司資訊的調查公司 是不是 那中國大陸就認為他們都踩到了國安的紅線 那甚至有一些人被抓 他們都是聘請當地的中國人 那這個問題事實上是很敏感的 因為這也牽涉到美國CIA 開始跟美國企業做了一些 就是美國企業 他一定會收到一些勤資 那CIA會要求他們去跟他做溝通 那中國當然知道這個狀況 所以就會去限制美國企業在中國大陸 在公司的調查 可是美國有很多服務業 他在中國大陸是要做 公司的調查嘛 不然怎麼投資 那這裡面當然會有很多 是還沒上市的 那或者是有些跟軍方有關的 或者是 扯到敏感科技的 所以 後來我就看到美國有一些大的投行 乾脆把他在中國大陸的雇員先全部 解散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運作 這個問題一定會談 這個問題大概是 任盟多這次去的主要議題 那他也會見美國商會 大概就是要了解狀況 然後希望跟中國大陸能夠 協調出一個明確的規則 大概是這樣 那 另外因為他既然沒有 帶巧克力來嘛 所以你要叫人家買波音啊 買大豆啦 還有送更多中國旅客去美國啦 我看中國也很難承諾 好來請教介老師 我覺得他這個 雷蒙多他這次他也知道他的任務兼據 所以他出訪之前他就說他這次去 中國大陸 是要尋求一個 艱難的平衡 非常困難的平衡 那問題就過去 美國跟中國大陸貿易主要依據的是 WTO的這個準則啦 WTO對於一個 國與國之間貿易啊 有非常詳細 非常完整的一套法規來 來處理 那很可惜是美國單方面 把WTO法規都丟掉了 然後尋求一個 一個規則化的一個往來 可是這個規則是什麼規則呢 就是美國的規則嗎 那這個就比較比較難了 也就是說過去的平衡啊 就是用國際貿易法來鑄成 美中貿、經貿問題之間的這種 商業問題這些平衡 被美國打破了 所以他現在要建立一個 新的平衡的話 那就很困難 因為跟美國在談經貿問題的時候 美國常常提出的要求 是WTO還沒有規定 規範的部分 有美國常常會對你的國內法的部分啊 你怎麼制定法律啊 他會插手 他認為你這個國內法不對 他就要插手來 來來來來處理 那這是 很多國家啊 無法無法忍受 然後美國現在國際貿易上推動一些原則 是WTO不接受 比如說 所謂的勞動標準 也就是說我美國人 我在國內啊 我這個啊 我一年只 我一天只工作 比如說 四、五天 然後呢 我一年有多少保證的休假 然後我最低工資多少多少 然後我這個 這個什麼傷產補助什麼我都是很高的 所以呢 你們的勞動標準太低了 不行 你要把你的勞動標準怎麼樣 把它提升 另外說我的環境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的排放標準是這麼高 你們排放高的不夠 所以讓我的這個成本增加 所以美國常常是要把他自己標準強加到別人 所以這個他要尋求一個艱難的平 這個平衡他也知道很困難 因為這就要美國單邊的意志力 跟美國的拳頭了 他不是用國際標準來說服他的對手 那你靠拳頭的話 其實中國大陸 已經跟美國 在沒有國際貿易法規的保護之下 跟美國用拳頭之間 已經打了快五年了 美國也沒有得到什麼 最多的好處 現在是 美國反而這個企業 讓這次雷蒙多 這次去美國訪問 已經先殺了他的企業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晶片的業者 已經到華府去找他了 就是說你再制裁的話 我們就制裁到我們美國了 所以他去的時候已經帶了兩個伴手禮了 那中國大陸呢 到現在還沒有看出來有什麼放鬆的跡象 所以我認為他這個整個 尋求艱難的平衡 最後可能空手而去 空手而返 好 賴老師 央行 全球央行會議現在正在召開 委託哈佛大學一個教授 跟英國一個大學教授聯合 寫了一篇報告 那就談到有關於 美國遠離中國的這個政策 到底有沒有成功 結果論證 結果是失敗 引用的都是科學的數據 那裡面都談到了 中國大陸有競爭力的產品 美國無可取代的 一樣賣到美國去 但是關稅美國人吸收 所以物價上漲 消費者損失很大 那這也造成這個聯準會必須要升級 那聯準會升級經濟就衰敗 可是中國80%以上的企業沒有受到影響 那另外沒有辦法生存下去的就移轉到這個越南 墨西哥 一樣把那個產品賣到美國去 所以美國到目前為止更加的依賴中國 而那些產品由於美國要拉攏越南給予更好的稅 要這個墨西哥北美自由貿易區幾乎是免稅 所以中國的企業在海外反而更加的強大 美國的依賴更大 所以他的論證是美國的遠離中國是根本就是一個錯誤 而且是一個徹底的失敗 不能再走下去了 為什麼要講這一段 人盟多事實上手上是有籌碼的 有資源的 他可以放寬 他也可以取消限制 他至少可以到中國大陸去 把很多的訊息帶回去 他可以表達更多的意見 跟美國的總統拜登表達更多的意見 那對於那些有偏見的戴琪 他可以聯合葉倫去壓制戴琪的這個帶有偏見 但是卻不使人間煙火 對美國沒有任何好處 而只有傷害中美兩國之間的這些主張 他可以這樣做的 那現在看的情況就是 中國大陸能不能說服 這個雷盟多 可是看起來也不容易 這第一點 雷盟多偏見也很多 對嘛 所以你要說服雷盟多也不容易 那雷盟多要去中國大陸 的之前 他講了兩句 我把它稱之為鬼話 怎麼說 鬼月聽鬼話 對 因為他說我是要來平衡的 平衡 這句話就是鬼話 就是話術 為什麼呢 我的右手 砍中國 砍得很 我左手 要中國 向我買東西 那 這是不是鬼話 其實這個 日本人叫核處理水 這個不能叫核廢水 核處理水 對啦 日文真的就是這樣 也不能說核污水 也不是核廢水 他就用核 他就說這個不是只有核廢水 因為之前福島核電廠有留一些水 所以他現在混在一起 所以日本的意思是說他會處理這個部分 所以他叫核處理水 那他的爭議在哪裡呢 就是東京電力公司 當初提了五個方案 結果現在 日本政府竟然允許他用最便宜的那個方案 那最便宜的那個方案就排到海裡 這個當然爭議性非常大 事實上每一個方案 都要花不同的價錢 那我記得有一個方案是要埋到地底下 那個是最貴的 所以並不是沒有技術方案 有的 可是人家在生氣就是說 日本電力公司 既然有提五個方案 你為什麼允許他用 最便宜的方式來處理 而且他就要排之前 中國跟俄羅斯聯合 向東京電力公司提出一個方案 所以你們可以把它蒸發 那蒸發的話成本要增加10倍 可是即使增加10倍 以目前他遭到的抵制 那個錢還是比抵制 損失更小 現在損失更大 所以我就跟你講 這個就是 製造的 那這個當然會讓人家懷疑 所以日本政府為什麼 跟東京電力公司 會勾結成這個樣子 事實上就有一個韓國的女記者 她追問那個 國際原子能總署 去做那個調查報告 他直接問 結果國際原子能總署 那個代表不敢回答 所以你們是不是 收了100萬歐元 有這樣的傳言 當然 這個有一個鏡頭 對啊 他不回答 所以這裡面 就是讓人家覺得說 你東京電力公司 是太沒有誠意了 你既然發生了 福島核災 你就要有責任 多花一點錢 來圓滿處理這個問題 而且當初日本政府還跟 那個美國跟國際能源總署 他承諾 說我們會 把相關的利益方 勸說 之後我們才排水 那這裡面就包括日本漁民啊 包括周邊的國家啊 都沒有搞定嘛 那還有第二個 日本電力公司現在說 因為人家就說那我們每天去你那個現場排水的地方來查看 現場抽驗 做檢測 他不願意啊 日本電力公司怎麼說你知道嗎 他說我自己做就好了 他說我每天提供你數據 你不用來了 人家就不信任你嘛 或者說你自己發展出來的那個 阿爾卑斯系統 他說可以過濾所有的輻射成分 人家不相信嘛 那你就讓人家來啊 他就不讓你來 結果日本現在同意韓國 每兩個禮拜去查一次 OK 那我們也要啊 我們根本從來沒有爭取過 所以我現在是跟你講 日本給韓國是說你兩個禮拜來一次嘛 可是平常 我們每天提供數據給你 那目前東京電力公司也去跑去找中國 你不要那麼兇啊 我們好好談一談嘛 中國就不理他了 目前的狀況就是如此 所以你如果從這個角度你從那個歷史整個過程 五個方案你選擇最便宜的 人家建議你蒸發你不要 所以在技術上並不是不能處理 太沒誠意啊 才會引發這個結果 我現在還有一個更大的善意 什麼善意 那個中美科技合作協定 美國要延長六個月 那本來已經到期了 而且到期通常要 通常就續簽五年 每年都是這樣 可是這次國會要審 所以就比較麻煩 這個是根本性 這個如果沒過 中美真的就脫鉤了 所有的大學的理工合作全部都停了 我覺得是這樣的 雷蒙多他是 他是被邀請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 他手上的議題最多了 我的意思是說 中美糾結的議題 商務部長是最有空間 互相有讓步的 因為比如說葉倫的議題就是美債 那個很麻煩 那個意識形態太重 另外是貿易戰的關稅要不要降 這個恐怕要拜登自己拍辦 可是商務部不是 商務部扯到的是 你已經制裁中國企業 700多家 那至少可以拿一點來取消制裁吧 那500多個人是黑名單 這個也比較容易處理 那他要跟中國要的東西也很具體 所以你可以買一下我們波音737 MAX 因為本來有訂單你給人家停了 然後 美國市場准入的問題 然後是不是買點大豆 然後 最近還傳出 說希望多一點陸客去美國玩 彎光嘛 那當然有一些比較 他也要見美國商會 因為他來四天 是 那主要就是因為美國有很多大型的金融 金融服務業 在中國大陸面臨極大的困擾 那這個就是我們講的國安紅線的問題 因為 他們在中國大陸聘了很多中國籍的雇員 那最近有些人被抓 因為他很多都是做公司的調查 因為要提供給投資人做參考 那可是有些都是高科技 或者有軍工的 坦白講就有一些敏感的灰色地帶 那這個到底跟反建聯法 他的明確界限在哪裡 目前美國的公司非常的困擾 而且據我了解是有一些大型的投資銀行 乾脆就暫停 暫停雇用 叫大家回去休息 就不知道怎麼營業 所以我認為這一點大概是 Ramando 他要跟美國商會談一談 然後也要去跟中國商務部 然後把那個明確規則給劃出來 這個就蠻具體 等於是幫助他們美國的商業 商業的一些公司 在中國的一些困難要去溝通一下 因為 真的會碰到紅線 所以最近美國的 比如說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還有投資銀行 那現在在中國要做一定的調查 都變得 就好像到處都是紅線 很容易踩到 對 那就會怕 就是怕 所以 我是覺得有很具體的問題 雙方有讓步的空間 大概是這樣 是